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着双方分别是中国女足和法国女足 在小组赛中 稳定性对于球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每场比赛都不能丢分 才能保持住进击的希望 期待双方会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 这是卡迪迪亚图迪亚尼 这是一次关键性的拦截啊 对着的进攻戛然而止 网说 没劲啊 门将站出来划牵为夷啊 小球直接开到了门前 看起来很危险 不错的尝试啊 可惜就是球顶偏了 卡托托 就没传好让对手拿到了 对方还是在给他压力啊 来到了前场 所以说足球场嘛 就是风云变换啊 打出漂亮进攻的一方 转眼就沦为了防守的一方 这个动作有犯规嫌疑啊 但是主则曼根据进攻有力原则示意比赛继续 时机很准啊 抢断对手的传球 成功的抢断 球权到了自己这边 玛丽卡托托 他们在前场啊 非常有耐心 绝强的机会 他面对来球啊 没有做任何调整 就直接来了一脚零红抽射 身边的防守队员也没有想到 他会这么处理 还以为他要把球停下以后再射呢 是啊 来北来出示黄牌 是以球员犯规 我倒觉得防守队员好像也接受这张黄牌 防守队员抢线 把球破坏出来 塞尔玛拔下 把球抢回来了 杀到对方腹地啊 把球传到了进区里 没有受到什么挑战啊 轻松把球扑出了 这样的投球真的不是给门将热神吗 打力 塞尔玛巴莎 要给他卡托托 还是能感受到压力啊 他这是在示范啊 怎么带球向前 好机会来了 球进了 如果说他们之前的表现是开花的话 现在终于结果了 再来看看进球的回放 非常近的距离得到打门的机会 然后一错而就 比方现在变成了1比0 打力 这事业很好 传得不错 好球 对手的林杰佑是没有持续太久 他们迅速扳平了比分 这一脚直塞球 只能我们通过回放一看再看 然后他在距离球门这么近啊 拿到这机会啊 当然是不会错过的 一分被扳平成了1比1 他们这个连续传球真的非常漂亮 这脚球啊 需要门将飞身扑救 脚球开向了禁区中心 没能解围出去 往双 解围了 在后场把球断了 球到了他脚下 卡托托 罗家慧 开始反击 机会来了 趁我们不在意啊 一瞬间球权转换了 这是玛丽卡托托 在防守的时候 这种滑产动作 如果掌握不好的话 那犯规吃牌什么的是 家常便饭 看到采判向他走过去 他就明白了 黄宝石卡预定 他应该明白 自己的犯规有多严重了 这样 这是不是敲出他的射程范围了 怎么差这么多 他对自己很有信心 但是他的脚法支撑不起他的信心 王珊珊 王珊珊 张瑞 张瑞 张瑞的张瑞 进了必须的 好的 又把领先优势抢回来了 干得漂亮 进球的回放来了 看看这个教科书一样的跑位 这样的绝佳机会 怎么可能会错过 目前的比分是2比1 打方着队员的身后 很不错的尝试 好球啊 他们不但打破了僵局 还很快 就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了两个球 单枪平满 杀到对方腹地把球打进 整个过程太精彩了 干净利落 简直不可阻挡了 双方目前的比分是3比1 塞尔玛巴莎 打力 温迪勒纳尔接到球 裁判本来是认定进攻有力的 不过紧接着还是判了犯规 逃过一截啊 裁判没有给牌 只是口头警告 但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了 再来的话 裁判应该会给牌了 绝对的 射得漂亮 扑得也很精彩 在主裁判的哨声中 上半场比赛结束了 中场休息结束 法国姑娘们开球 拉开了下半场的帷幕 把队位的方式队员给过掉了 王霜的机会来了 这个球非常精彩 不管是射门还是扑球 质量都很高 哎呀 可以说是神仙打仗啊 应该说门将还是极高一手啊 门前的危机 已经被他这样就化解了 对的 看看张瑞的处理 机会啊 门将的精彩表演 塞尔玛巴莎 德约罗拿球 位置非常好 他好像毫不费力地 就打进了两个球 再来看一下他们的这次进攻 一次近乎完美的反击战 最后是打门这一下 四两拨千斤的推射 真是漂亮 目前双方的比分是3比2 吴海燕 王珊珊 一次成功地进区内抢断 马里卡托托 现在有反击的机会 慢悠悠的回防 可不是防反击该有的态度 当上再一次发生了球权的转换 还在观察队友已经跟上来了 对方拼抢很激烈 他暂时还能控制住球 萨基纳 凯尔沙维 进去 格拉斯格尤罗 球进了 足球长长的大起大落 他们两球落后 现在扳平了 再看一次这个进球 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 这就是他进球的秘诀 太不可思议了 张扳平比分 现在又开始进攻 准备反超对手 王珊珊 关键时刻 江球拦截成功化解了对手的进攻 提醒大家一下 目前比赛的时间 还剩下三十分钟 他这边机会不错 空间很大 领先的机会 球进了 这样的机会 他们当然是不会错过的 再来看看回放 这个球最精彩的部分 就是他的跑位 知道什么时候 该出现在什么位置 天赋和经验均一不可 比分被改写成了 四比三 王霜 球友回到了王霜脚下 王霜到分子机会 好球啊 好门将啊 这虽然变态举齐了 但这门将状态太好了 常规时间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二十五分钟 打力 这是玛丽卡托托 和门将一对一的机会 门将还是碰到球了 得到手里了 可以稳稳了 刚才那下有点惊险 是需要稳定一下情绪 来 好刷 进去里面对大门 他们再进一球 优势扩大到了两球 进球的回放来了 防守方最大的错误 就是让他在这样的距离拿到打门的机会 双方的比分变成了五比三 打力 到了他表现的时候了 进去了一次成功的抢断 这个位置非常好啊 观众炸了 又进了 一次完美的表演 成功上演帽子戏法 帽子戏法 他今天这个状态真是全红啊 他球迷也跟着他非常兴奋 目前的比分是六比三 卡迪迪亚图 迪亚尼 一次成功的拦截 咱们哨音响起犯规了 王珊珊 这次是他拯救了球队啊 卡迪迪亚图迪亚尼 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快速反击 很有希望的一次反击 结果球没拿稳 进区内的抢断 危险解除了 手术刀板精准的直载啊 又进了 现在领先四个球了 什么叫手术刀板精准的传球脚法 看看这脚球就知道了 实在是太到位了 接下来这脚打门更是精彩 角度加力量足 门将回点法术 全场比赛马上结束 完全是一边倒的局面 克拉拉玛泰奥 带球冲向进区 机会来了 有了 双方分差稍微缩小了一点 但比赛也快结束了 两队为我们呈现了一场 精彩的进攻大战 这次上枪来得很凶 这个球拿不住了 有队友在附近接应 看看这个球要怎么打呢 距离很近了 球近了 从打进上一球 吹响反击号角之后 他们真是气势如虹啊 很快又再下一城 虽然他们暂时还是落后一点 但是这场比赛 有的好看了 上停补是两分钟 王珊珊 精彩的远射 更精彩的铺救 比赛结束了 你会让你去找一个 这次上枪的铺救